我們需求是冰箱冷藏要溫度要在我渡溪左右 那我們看一下現在我裡面的小米藍牙溫度的顯示是多少呢 小米藍牙溫度顯示是3.4度 所以是完全符合這個需求 冰箱門關不緊是很多人的惡夢 在我嘗試換了新的膠條是白色的 我裡面示範說你如何去量你的尺寸 然後基本上是從邊到邊 邊到邊 那你量完之後可以給那個廠商幫你訂做一個 那我訂做等了一個禮拜到的時候 我很確定啊 我這邊縫是緊的 像這個舊的膠條是有縫的 OK 那新的是沒有 可是在我用硬箱封了3年之後 它依然關不緊 好 我們現在全部都拆了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打開之後呢 它會怎麼變化 有門慢慢慢慢的開了 然後我佐思又想想了一個禮拜 終於讓我找到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我今天就打算來用它來取代這個膠帶 那依照標準的話 冰箱門常約大概是5度C 那我們看一下 我用膠帶封的時候 它是多少呢 我看一下 OK 這個是藍牙溫度計 應該可以顯示是3.5度 好 那這個時間是13.45 3.5度 它其實它會做替換 那我們只要維持在5度C左右就好 那對一般的牛奶啊 人影大概是0度C到5 7度C 那你這樣保存都會有問題 好 那我想到一個很棒的東西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很棒的東西就是 對 就是這一個 我在蝦比找了蠻久了 那就是這個扣 那現在呢 我們就要把這個扣黏上 去取代這個膠帶 那你要做的方式呢 就先將膠帶都黏好 然後呢 先要封緊 OK 也不要太緊 要留點空間 唉唷 OK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要 將這個扣黏上 好 那黏上之後呢 我們要固定在這裡 OK 我這邊有個空間喔 好險 這邊 記得先將旁邊擦乾淨 應該是乾淨啦 Alright 它這個可以調整 你要調一下 我先把它黏好 它再送了 扣緊 好 你自己取空間 黏好 Alright 然後呢 一樣我們把它壓緊 這個膠帶回一下 OK 有貼紙 啊 有一點 貼紙 把它撕掉 也開始 OK 把貼紙撕起來 好 那一樣呢 稍微有點緊 OK 確定喔 然後把它黏上 OK OK 不能太緊 因為你看 看你往上 好 這樣確定扣緊 那我們就用這個方式呢 來去取代 現有的膠帶 然後呢 我們再觀察 我們不要使用這個膠帶之後呢 以後我們再使用 冰箱 它的冷藏一樣 可以達到5度C左右呢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吧 好 我們需求的是 冰箱冷藏 壓溫度要在5度C左右 那我們看一下 現在我裡面的 小米燃壓溫度C 顯示是多少呢 好 小米燃壓溫度C 顯示是3.4度 所以是完全符合這個需求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歷史紀錄 歷史紀錄 我們從昨天的下午2點開始看 4.4 4.5 我們可以看到 5.1度的時候 它會啟動你的壓扣器 繼續製製 OK 應該是這樣子 然後呢 一路往下滑 一直跑 一直跑 一直上升 一直到 OK 凌晨3點它就開始自燃 因為大樓梯到了5度 那5度是符合需求的 因為一般人營需求在7度C以下 OK吧 牛奶也是一樣 我們再一路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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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看到 剛剛的12點 1點的時候是4.5度C 12點是5.1度C 其實也是5度OK 所以是沒有問題的 好 好 那現在呢我們可以先確定 就是說這個安全構 已經完全取代了這一個 磁條的功能 那其實呢 我們可以看采一下 其實我這一邊啊 你看一下這個磁條 這邊是很多縫的 OK 這個是變形的部分 那其實還是會有些微的冷氣 會露出來 那我如果解決 減緩冷氣露出來的問題呢 其實我還有一樣發表 就是這個 OK 沒錯 其實就是這個 這個呢就是 一般的那個 透明膜 那我透明膜時的使用呢 其實我就想到就是 我以前去 室內滑雪場的時候啊 裡面會有個冷簾 或是冷凍庫的時候 其實工廠都會用冷簾 那我就用這個透明膜呢 加一個冷簾 那一樣我會採 類似一條一條狀 喔 條狀 那我們拿東西的時候就比較方便 那其實冷凍庫我也加了 我們看一下冷凍庫的溫度 冷凍庫的溫度呢 是要在-18度C左右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18度C 看一下 就是這一片 OK 從上面寬度 這邊露一點 因為縫還是要去 這邊要冰嘛 對不對 -15.2 因為它在制冷 OK 那其實呢 它的溫度是可以到達 接近-18度 也沒有問題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冰箱裡面 我們怎麼開門呢 其實很簡單 要打開 OK 那我們鎖的時候呢 OK 扣住 好 那我們再打開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小米 來壓溫度器的位置 還有那個冷凍的方式 冷凍的方式呢 就是我這邊貼一個膠帶 All right 這個膠帶 然後呢 一直錘下來 噹噹 其實就是這樣子嘛 好 這樣沒問題 OK 那我們看一下小米來壓溫度器的位置 在裡面 OK 顯示的是 3.4度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到 3.4度 OK 3.4度 好 那一樣 我們把它放回來 放回來 OK 好 所以呢 經過這樣的設計 你打開冰箱的時候 不會有大量的冷氣往外漏 那同時你可以省電 然後到冷 冷凍庫也是一樣 你會有大量的那個 冷氣會保留在那個冷簾的後面 那相對呢 嗯 是比較省電 而且環保的 好 那希望呢這一集的 小技巧 對你有幫助 第一個呢 我們再重複一次就是 就是 我們買一個耳童安全扣 然後呢 先用膠帶把它封緊 大概有點緊 然後呢 將耳童安全扣 一樣把它黏上 黏上了之後呢 我們去拿那個 冷簾 OK 做一個 下面冷簾 這邊要切條窗 因為拿東西好拿 那冷凍庫呢 其實就是不用 我都是用兩層 那你看不到的時候 打開第一層 對不對 然後你就可以拿東西 你觀望也沒關係 因為冷氣不會漏很多 好 那我們就拿到就可以出來了 好 OK 我們再把它關回來 好 那這一集就到這邊了 希望你會喜歡 終於忙完了 那現在呢 我就可以把冰箱復原了 好 這個東西可以復原 擺一下 哎呀 重重重重重 最後謝謝您的觀看 如果這視頻對你有任何幫助的話 還請幫忙訂閱點讚跟分享喔